好了,接著下一套,又是科文社四架 今次找到了 我覺得那個班底很神奇 新房是有趣的 他是新房超之,但反過來的人似是梅津泰神 劇本是金田河來的 我在想,這麼大陣子,這個組合能做到出來嗎? 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一開始看過整個製作的 那個班底太奇怪了 其實近年科文社,現在在翻組裡面,其實是很穩定的 是比任何一個動畫制的公司都要穩定 而且很多時候都去到中上水平 所以接著我看到新房超之,光田莫利達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人在波長是不合格的 當然不合格 什麼光田就是擅長的溫馨劇情 新房和懷虛都不是很誇張 但新房就是... 他們兩個都有病的嘛 病有 但新房就應該是用一些很奇怪的 別人不會用那些方式去演繹一套動畫 不是,還有一套再奇怪的那套熊仔那套 你看看這套,算是修煉的 新房,第一,但很正常 第二,你會看到透視角度,那些人是四眼五度 不是,你很明顯的 新房是 麒麟就是八九字 是呀,根本就是 你看到那些背著書包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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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鼻子去塗東西 完全是八九字 之後是Shina,還有另外一個女主角,梁 梁 ズ演學位是原來的 真聖導演是倫斓之正的 其實是新房是掛名的 現在新房是掛名的 然後找他的弟子去作導演 他的弟子,他的門身,大家都看到的套路有不同的風格 大超心的一群,不一定是不一樣的,但肯定有些影者 超心就算了 他的什麼都是食物和畫畫 你最初以為食棘之靈 我們是吃東西而已 塗鴉也不太見有 你見過OP是有多餐煮食 故事串聯是由一個美術學校為故事骨幹 食物方面只是說 日常梅仔 日常吃東西 阿娘,我也喜歡煮食 他為了去東京這間美術學校 每個星期有一天 為了他的夢想 對,他就要過來上補習班 這樣就展開了這個故事 頭一兩集,我現在看上去 都是這樣說 你很難說,都是日常梅 我喜歡他這樣說 日常梅就是講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相處的過程 如何互相了解對方 其實會集中在這方面 食物就是,其實他在裡面的食物是自入式廣告 不是維持他兩個關係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你那裡要餵狗嗎? 不是餵狗 不是餵狗 一個吃,幾個分工合作 不是,他講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講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他自己煮給自己吃的時候 那種味道是比較差的 但是煮給別人吃的時候 他是有那種味道 就是那個心情的問題 不是技術對象的問題 對,他找一個男朋友就搞定了 你知科文社是百合的 就一定沒有男朋友 不是百合 百合的 這套定義上是 科文社都簡癖的 通常是一些治癒系的 生活向的作品 就算是死格 他裡面連載的很多都是這類型的東西 那你又很難去說 這類很少就死錯人 純粹是動畫會不會做得過門 其實我反而擔心 你說是影像的表現 其實因為 阿倫倫倫是很接近心房 他本身那種構圖的性格 甚至是你看到現在 其實他裡面包了兩種 如果你說心房那種 他大部分畫面 特別是人面那些 就最明顯 但其實他吃東西那些位置 那種過份刻畫 就是心房 撈梅津泰神 兩構出來 因為梅津泰神 他本身畫東西的仔細程度 其實跟心房也不相配 是相差的太多 很仔細 不是你錯了 心房那種是叫做什麼呢 輪廓 他是有個輪廓 他是表現到那件事 他就點到即止就算 但梅津泰神 是會仔細或是給你看到什麼叫美 不是心房 不是心房那種就是 你知道那樣東西 你猜到那樣東西是什麼 他拿著一點就是 他只會刻畫到 你認到那塊是什麼 就OK 而因為他要跟其他畫面上的影像配合 他不會刻畫得太厲害 除非他想很專注 畫面是說那件事 他會開始有丟斷 但如果不是 其實不是丟斷 那些是放大 做的 沒畫單 畫面是說那個公園 背景 畫看是樹偌 畫看是樹偌 畫面是個極致 不要用它做到基準 沒有畫面是你認不到 那些就寫完的字 那種 什麼 不用畫了 真人拍就算 或者就算 我知道 我對這次幸福圖 這套作品 就是食物和其他的畫面 名劈是兩種東西 我是合不來的 突然之間好像跳了一些東西 去看一個完全不同的Style出來 其實覺得很奇怪 兩個人混不來的 這個就是看你有沒有看FORMANCE 日常系的作品 其實他的問題就真的不大 因為現在你也是 我不會說他一定要高潮碟起的劇情 他這套不是老化戰爭 不可以有啦 FORMANCE會有些東西 他又不是那些好像食物很好吃比賽那種感覺 他是淡淡地去講 角色之間他們共同生活的關係 你會想他們可能慢慢 即是社交關係慢慢散開 越多人出現 而我對畫面最根本就是 他在平常去繪畫角色 但在食物那時候你會覺得 我是接受不到那個畫面突然間 那個仔細的程度 他有這麼大的反差 這個應該有一個詞語給他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叫逆崩壞 哈哈哈哈 不可以這樣說的 你很簡單 你食物本身一來固定 他不會動 食物不是食物的問題 是那個嘴是畫得很仔細 你的嘴不是跟著他給那個表情 是突然之間太豐富了 即是我們說烏冬屋那些這樣 聽眾是不明白的 聽回那一集 我明白的 不要這樣說了 不要低估他們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邏差點 是結構好像很強大 但結構裡面的人 看頭兩集裡面 我是無法磨合他們 應該說 他食物那邊的畫面 是帶到一些 那種感覺 就是梅尊泰神 那種感覺 跟溫馨小品似乎格格不入 那種感覺 簡單說 如果用新房 他是一種薄妝來的 就這樣打成粉 唇膏也不太長 但是梅尊泰神 是那些重粉 電頭 如果說整體來說 你會發覺很明顯的分別 首先就是他小品那裡 你會看到 那兩個女角 她們的衣著 和頭髮 而這個味道已經是梅尊泰神 你會看到他那種紫色的頭髮 那種紫色是很Style 那些橙色 那類型的 那些用色很明顯 但是用色 你下載到新房那種作故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純粹是上色問題 你沒有那麼灰階 沒有那麼暗 沒有那麼冷色 但是問題就是 當他一去到食物一陣子 就連畫風都再轉 那種突然轉變的落差 就出來了 那種特壓 我這樣說 因為本身你說 新房用淡色系 和他不會著重實色系 那麼大 你一去到食物的鏡頭 你會看到 突然之間的色系很合 而這件事也有一個問題 本身未必是色的錯 是其實 本身角色的構成色 其實是不適合上去到 因為你看到 就算梅允泰城 其實他的畫 其實他有很多 他用色的對比式 用得很大膽 你以這裡 方文寫的特色是 其實整個畫面的色 是很沸騰的 是融在一起的 你不會突然間 有一個很銳利的人出來 而他這裏 突然間 把那些顏色強調之後 你就會覺得 整個畫面好像 好像格格不入 好像不同了 你會覺得 那個角色就好像 同一個角色 兩個角色的替身 是不是轉了人 我味道很明顯 沒有 不是那一幕 特別明顯 因為他兩集裡 都有這些條段 而這個也很明顯 就是特色的條段 你當作特寫嗎 其實我也是當作特寫的 一吃的時候 哇 畫到那些東西很漂亮 那個女生很漂亮 那沒有東西 跟食激的高潮食 沒有分別的 食激染童呢 那些是下春藥的 不是爆衣藥嗎 春藥是會爆衣藥 大家看港產片就知道 對 任賤不能義氣 怎樣 名字不能記到 你一吃東西 春藥到位 就馬上 表情會不同 正常我都吃東西 那些程度是正常的事 不是這套也有 他這套其實是想靠食物 表達就是 那個 幸福的感覺 就是他們覺得 其實很簡單的東西 就可以已經有這件事 他當然混合其他 就是人質關 但我看那一幕 又不覺得他幸福那種感覺 純粹看那一幕 是像有些 雞有雞味 沒這麼說的 阿良對阿欺凌煮食 等於現在 婆婆和阿欺煮食 告訴他 要重逃回那一件事 等於說過他的家庭 不是 那個動畫是想說 但是那個圖畫畫出來的時候 好像不是這個 純粹是沉淋在吃肉的滋味裏面 不是 好像超出了食物以外的美味 而感受到的一些東西 如果你用一個最對比的說法來說 你如果將他們 這套食物的畫面 你再去對比其他普通作品 食物的畫面 例如 卡安班女 在那裡喝下午茶 吃蛋糕 那個樣子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我不計算這畫 他們的反應 但我不需要去吃春藥 吃激 但你看不到 他怎樣回應主題 是說幸福的肚子 口福這件事 那個關係突出不了 應該這樣說 本身是那個畫面 搶了 有這個主題 但搶了 畫面的表達 搶了這件事 不是 畫面搶了主題 是搶在吃之前 不是吃後的反應 其實吃後的反應 你要明白 你始終是劇情 我們是慢慢去看的 你突然插了一段這樣的東西 其實我們是連累不到前後兩段 吃之前 吃的中間 嘴咀嚼的時候 吃後 吞下肚子的表情 是全部都一起了 不是說沒有 不過問題是 這次的重點是吃前 這次的重點是吃後 這次的重點是吃後 沒有東西的 我指的是 他中間就是因為 靠了《門生太成》那種作畫手法 中間裡面 將這件 原本是表達著一個幸福的感覺 他硬生生斬斷了這個幸福 不是斬開 然後他插回自己的畫面 對 只是得幸福和福 幸福兩個字就斬開了 因為你看這些作品 其實是感覺 突然之間 去片 很簡單的 你在看一套《Titanic》 突然間有個啤酒廣告 在裡面 心力盼 厲害 然後再看那段劇情 就是見到 Jack在水裡震盛 然後放手那一幕 你是接不到這兩幕 不是 接著再接 就要接回去 勇者 我把劍 接著就說 真的這麼辛酸 你是接到那句話 這個是 幸福或者溫馨的感覺 是慢慢推進上去 給你有一個 去到高潮 感覺 有一個氣場的感覺 當你賣廣告之後 就是另一回事 他這裏就是那個廣告 他這裏就是 突然之間 好像賣了一個廣告 就是賣了一個食物廣告 就突然間補抗力 那些水準人出來 日本廣告 差不多了 然後再跟你說 那種感覺 你那種感覺 已經被人斷了 其實 所以你感覺是奇怪的 你知道是有的 其實你最簡單的比喻 就是 如果大家有看Live 就會知道日本那些廣告 它會動畫做完 然後可能有個廣告 就是動畫的OPE CD廣告 那些廣告 就會包含那些 動畫的畫面 比如SAO 你看到阿童人在斬子彈 好像很威威的 唱完歌 很容易血 唱完歌 斬子彈? 對 他CD廣告 會不會有些歌 但那個廣告 突然間一完結了SONY Music 之後突然間一轉 就可能變了一個 有個人穿著補抗力的身 補抗力 很好喝 跳下跳下 完全是那些感覺 不知為何 你變成一個段落式去看 那一刻 那個感覺已經被中斷了 你再看另一段 其實你已經在看另一段 另一個個過場 你再要在那個位置 突然間要拿回那個感情 出來 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套東西現在最大的致命問題 其實是這裡 它不是不好看 純粹是推到一個 它應該要感動 或者有幸福的感覺 那個感情的時候 一下子打沉你 對 這套東西已經是我唯一 在今天要錄音的集數裡面 它是唯一一套一倍去看的動畫 所以我是好心這個感受 不要這樣 那前面那兩套 我知道你肚餓而已 前面那兩套 大家自己猜一下 我用幾倍速 我最後那天公布 四天王 究竟速度是多少 好 我們這套去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